好 現在我們要把這個鮮奶油打發 要把它變成像固體的奶油那樣子 所以我們要先用攪拌器 好 預備囉 好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是Cream Ice Cream的Cream We are stirring the cream 我們再把這個Cream再攪拌 我們可以發現它慢慢變成固體狀嗎 還要打到什麼程度呢 要打到像我們平常吃蛋糕的奶油上面那個Creaming的狀態 Creaming 現在這個是液體狀Liquid Liquid 所以我們要把它打發 變成 Creaming的狀態 那老師為了要加速它的凝固 我下面有放冰塊的水 好 就是讓它可以 溫度比較低的狀態下 把它和液體的這個鮮奶油打發 變成 奶油狀的感覺 可以看到它配來越南鮮的感覺 我手上的這支機器叫做Mixer Mixer就是用來做噴嚕用的 你一定要把它打到很 很像奶油的那个状态 不然会水水 你的那个 铁铁铁铁铁铁就吃起来就不好吃了 好 你们觉得可以了吗 is it creamy 好像可以了 那你说老师到底要什么程度 就是你这样摇起来的时候 这个奶油不会掉下去 这样的程度就可以了 ok 好 可以咯 好 接下来we have to add sugar sugar就是什么 奶油 sugar 奶油 糖 糖 好 他说要25克 那我这个spoon spoon有5公克 所以我要加几次 加5次对不对 我刚才加1 add 1 spoon 2 spoon 3 spoon 3 spoon 3 spoon 1 more 刚才已经几次了 4 5 4 最后一次5 这个不够满 5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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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6 7 7 8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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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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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9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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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 8 8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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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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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搅拌手 混合就是我現在在做的動作 不是攪拌 那其實剛剛 老師應該先把sugar 先加到creme裡面 再一起攪拌 但是我剛剛忘了是我現在在比較 so we stir the sugar and the cream together slowly 這樣這個creme等一下就會有甜甜的味道 就像你平常吃的這個 Cake上面的creme一樣 也是會有甜甜味 那你剛才看到的這個creme 就是從這個 一罐的這種液體的奶油 Wyping cream 做成的 好 攪拌差不多以後 我們需要一支湯匙 把它刮一刮 好可以用剛剛這個 這個是 spoon ok 這樣才不會浪費 接著我們要來準備這個叫做 Expresso Expresso就是濃縮咖啡的意思 然後這個是finger cookie 不是手指餅乾 那我們要把這個finger cookie 泡在這個Expresso裡面 we have to dip dip就是浸泡的意思 dip the finger cookie in the espresso 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因為這個finger cookie 吃起來有點像 sponge cake 就是海綿蛋糕的口感 所以我們就是把它浸泡這個 咖啡 咖啡 這樣子它就會有吃起來 有絲絲軟軟的 咖啡蛋糕的感覺 好 那你可以去這個 烘焙材料行買 you can go to some shop to get the finger cookie 好 那如果你在家你這個咖啡 你就泡濃一點也可以 好 開始 好 接下來我們要把蛋黃跟蛋白分開 we have to separate the yolk 好 我們把蛋黃拿出來 那你先敲一下 好 然後 像這樣子 用蛋殼這樣 再用一次 好 我們主要是要取這個 York York 就是蛋黃 好 然後不要的蛋殼放這邊 好 你需要兩個 to yolk so you have to crack the shell 就是這個蛋殼 and take out the yolk york 那我們不要這個 egg white egg white 就是蛋白 然後蛋白我們可以留著 好 可以做糖啊 或者是做別的用途 we can make some soup or noodles with the egg white 好 接著呢 我們等一下把這個 york 放到爐子裡面 隔水加熱 然後 要跟這個 sugar 30克的sugar 30克 30克 sugar 好 把它放到爐子裡面 那什麼叫隔水加熱 好 隔水加熱就是 要隔著水 好 那個水是用水 爐子加熱的方式 不是直接加熱 不然會少加 可以看到現在這個 爐子有在 的水有在 滾燙了 好 就是 我有加熱一下下 但是不可以讓它冒泡泡 接著呢 這個小鍋子裡面 裡面是 下面是水 然後我要把這個sugar 跟這個 york 攪拌 然後我們要讓它們攪拌均勻 好你可以看到 因為這個爐子的水是燙的 所以透過導熱這個小鍋子也是燙的 所以現在這個sugar 有一點被融化的樣子 但是還是要持續的 攪拌 I keep stirring the sugar and the yolk 這個 這個 Mascobone cheese Mascobone cheese Mascobone cheese 就是這個 它上面寫的這個 Mascobone cheese Product of Italy 那我們要加的是 250g 就是250g 那就是目測大概是 一半 Half Caf Can 用這個scrapper刮刀把它刮下來 那為什麼一定要用Mascobone cheese呢 如果是用一般市面上的奶油Cream的話 它比較不會有香味 那加用這個Mascobone cheese會比較有那個 吃起來的奶香味 大概一半 好 然後 再加這個 Ranilla paste 就是香草醬 再加一點點 好 這時候呢 你可以把這個爐子的火 爐子的火 爐子的火把它關掉 好 那因為這個爐子的熱度 還是可以讓這個起司融化 好 好 要把它攪拌得很均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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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呢我要把刚刚已经完成的这个 Mascobone cheese跟York的这个混合的paste 加入了香草的Vanilla Paste 跟刚刚我们的cream混在一起 这样就是我们主要的 Tiramisu的馅料 把它混在一起 那老师现在使用的是scrapper scrapper就是刮刀 你动作可能要slowly gently 轻一点不然你可能会被paste碰到 对像老师刚刚就太近 好接下来我们要用缩时摄影的部分 把这个cheese的馅已经做好了 这个cheese paste 所以要把刚刚已经浸泡过 这个expresso的finger cookie把它铺在最下面一层 那这一层finger cookie就很像我们平常吃的这个提拉米酥的最下面那一层蛋糕的口感 这个有点破掉没关系 因为它最后吃起来还是很像蛋糕的口感 因为它最后吃起来还是很像蛋糕的口感 我们可以慢慢的倒 我们可以慢慢的倒 pure some cheese paste on the cookie slowly 你可以稍微用这个scrapper刮一下 慢慢的 然后均匀的 铺在上面 好直到你没有看到这个finger cookie为止 好把它铺满 好 那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tiramisu在吃的时候上面会有一层cocoa powder就是可可鸭粉 可可粉 那那个现在先不用撒 等我们要吃的时候再撒 好 然后呢 盖上这个 可以把它稍微均匀一下 盖上这个盖子 好 然后把它放到 冷冻库就完成了 刚刚已经把手指饼干跟起司线铺好了以后 接着最后步骤是什么呢 就是把它放到冷冻库里面冰起来哦 好 刮起来 好 请问小包手最后还要做什么事 收拾当心 好 这里有很多碗盘要记得清理哦 好 期待我们的成品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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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